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人视它为宝物 但中国人通常拿来养鸡 这种生物的名字叫做夹蓬后虫 又因为独特的造型被称为三眼恐龙虾 夹蓬后虫体长差不多有一厘米左右 但身体翻成了大量的枝节 共有四十节 这种生物的寿命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短短的九十天里 它们能够做的事情有限 能够看到的风景也很少 但是这个物种的生命力十分顽强 受精的轮子在干旱的状态下 都可以保持25年不死 也因为这样的特性 夹蓬后虫熬过了恐龙灭绝 熬过了气候变迁 也熬过了人类战争 成为了新世界的一员 不过它刚刚被发现的时候 由于大家不知道这是什么生物 农民们就会从池塘中大量的牢捕 带回家中喂养鸡鸭等牲畜 甚至路上看到还会踩上一脚 完全当作是普通的虫子对待 夹蓬后虫在中国和日本 有着极然不同的命运 日本的人民通过观察和研究得知 这种虫雷不咬人 并且没有什么毒素 也没有什么危害 且发现它们可以清除水稻田中的害虫 和其中的杂草 是天然的守护者 在农业方面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所以日本就将夹蓬后虫 当作农药的替代品 并且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也因此日本民众普遍认为 它是大自然赐予的神奇宝物 甚至还有人当作宠物养殖 夹蓬后虫历经漫长的时光存活至今 但是现在还保持着从前一样的特性 没有什么变化 这是大自然进化的奥秘 好了今天的外媒险能使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外媒奖励时的朋友 别人转发关注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